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喜茶在纽约首次亮相引起轰动 请大家收看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喜茶在纽约首次亮相引起轰动 日经亚洲 中国茶饮连锁店喜茶在纽约开设了它的第一家美国店铺 开业首日喜茶售出了2500杯茶 排队等候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该品牌于2012年在中国广东创立 重新定义了传统茶饮 包括一款拥有奶油知识泡沫的茶饮在中国迅速走红 此后该品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扩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天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时尚饮品的好消息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喜茶在纽约首次亮相引起了轰动 喜茶在纽约开设的第一家美国店铺 在开业首日就售出了2500杯茶 排队等候的时间竟然长达三个小时 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呢 喜茶是在2012年在中国广东创立的茶饮连锁店 它重新定义了传统茶饮 包括一款拥有奶油知识泡沫的茶饮 在中国迅速走红 之后 喜茶又在英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扩张 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中国茶文化的魅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喜爱 喜茶的成功也体现了中国品牌的实力和创新能力 不仅仅是传统的茶饮 喜茶还将时尚元素融入其中 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喜茶的成功离不开对消费者需求的准确把握 和市场营销的精准推广 无论是独特的口味还是时尚的包装 都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 这也提醒我们 品牌的成功离不开对消费者的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喜茶在纽约的亮相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没有喜欢的茶饮品牌呢 快来和我一起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